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31日,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啊 第20届三中全会前后啊,习近平的外事活动 现在显示出有几个陌生的面孔,这是看中国网站今天报道的啊,7月29号 分别会见的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有东地位总统奥尔范 现在有一部分人是关注这个是不是替身,就习近平本身 还有些人关注习近平身边的人啊,有的人眼界发现陪同习会见外边的还有韩世明 这过去都是没听说过啊,从亮相排座的名次看 应该是大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 也就是秦共媒体是31号星岛日报报道的啊 他是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韩世明,你看 习近平手下的人多了呢,是吧 习办的主任,副主任,军委主席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这啥意思啊 这就是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吧,就很多人求他,是吧 随着什么关系,掉进来这么一些就是马屁精了,擦皮鞋的 对不对,搞不好又是什么梁家盒子的这个知情的第三代啊 听说习办现在有62个秘书,蔡鸟的主任,还有两个副主任,孟清风,还有一个不知道谁啊 说是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位陌生面孔在专重全会前后陪同习近平呼吸外手的央视画面显示 陪同就是习近平建这个意大利总理的,有一个就是坐在商务部长王文涛和习主席秘书 吕露书,吕露华之间,吕露华我都第一次听说啊 谁知道都是什么人,反正是他就这样不停的换本 用一段时间怕别人泄灭就抓起来,是吧 就是拍桌写着韩世民,头衔不太清楚 陪同会见这个东帝文总统的时候,韩世民坐在王文涛和这个国家发展合作署署长罗兆辉之间 这里还有一张图啊 此外这个韩世民在6月26号陪同习近平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氏 7月8号,习会见匈牙利总统奥尔拜也有韩世民的身影 那可见这个人突然间这个被纵容了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宗少军抓了 怪个新人也可能 因为宗少军我估计肯定军头们很恨 这几年习近平整了不少军头 那军头这个肯定是不敢追责习近平,要追责习近平的马仔 对不对 因为习近平忙啊,他不可能亲自听汇报 处理军委这些事都是这个宗少军跑腿 宗少军肯定要假传政治,离间外调 在里边肯定要掺杂习,私货 就是这个给领导传话的人要添油加醋呗 我估计这个事,急弄了军头 是个军头们要求习近平坏人 说不定就换了韩世民 还有接下来还得观察观察啊 那么盘上写的职务是啊 就韩世民的职务是这个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这官不小啊 这篇文章介绍 中共二十大代表名单当中 中央和国家机关当中有一名党代表叫韩世民 应该就是这个人啊 从韩世民几次亮相牌座看 应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 这篇文章介绍 丁学强之后随担任国家主席办公室 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据报道韩世民的公开资料很少 网上显示他是1971年出生啊 是杭州市副部署长 那就属于自相新军的 搞不好是个李强的人 世属机关工委书记 有消息称 他曾任职浙江省委办公厅 什么时候进北京都不知道 这说明什么习近平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换人了啊 因为其他人干实验场的 担心政变把他抓怎么办 谁都不相信啊 所以用一段时间就得改一改 变一变 1954年中国宪法 颁布以后 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设立国家主席办公厅 由张经武担任主任 59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以后 张经武继续担任主任 不过呢 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实际工作 张经武长期担任中国驻藏代表 是中共西藏共委书记 他讲过去的事 讲究毛泽东那个年代 西平比毛泽东牛多了 毛泽东那时候穷不拉几的 现在超有钱 西平又讲排场 西平这个人就图面子 说显得队形整齐 一出了千呼呼应 一般这种人呢 越没有什么水平文化 这种人呢 越虚夸越越造势 你生活当中一看 很多人 走哪都是前后后拥的 这个北连这个口袋里 没有两千都是 肯定都搞得是 花里胡哨的 是不是啊 什么保时节保留版 是不是啊 然后底级链子 不过啥 然后手腕就露出来 叫僵死弹队 是不是啊 冬天穿上蒙克利尔 是不是啊 里面都是Burberry 是吧 随时到发觉那些东西 极尽奢华 闲的时候有钱 是吧 叫大忽悠 是吧 这个政治人物也是一样 是在80年代 李先列和杨尚坤 担任国家主席 基本上是虚位元首 位设正式的办事 办公机构 因为那个时候 共产党还有点 多多少谈 还牢记这个战争年代的 这个借骨朴素 现在的习近平 那就一个新的时代 要怎么叫新时代 新时代就是 国家的超有钱 对不对 反正这个财政劣质 拿钱养这些闲人 这些人不会就擦擦皮鞋吧 看习近平皮鞋脏了 卖腰了 哗擦擦 是吧 这个植物确实挺好 是吧 还打着习近平的旗号 下就可以 这个宴过八宝 敲诈勒索 忽假忽畏 吃喝玩乐 其实在这个身边 在他身边 混得很危险 高处不胜寒 你毛泽东当年秘书 都有在书乡 毛泽东书房自杀的都有 是不是啊 那被抓的也必必皆是 这边门上还讲到了 那个李先烈和杨尚坤 担任国家主席啊 是虚位 因为他们两个人说 心里话还算是好一点点啊 这里就讲到了 93年就江泽民 担任国家主席 势力的办公室 又假听啊 也是个 黑马屁的 现在好多都跑到 海外 小的钱都算出去了 是吧 这些人动不动 就可以给那些自媒体 提供的料 一半这一半假 他们的目的 实际上想江派回来 对不对 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消息 不利于习近平 有利于江派 对外称江泽民办公室主任 假听案同时还进了军队 忽然担任 宗办主任 军委办公室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 上将军下 是18届中央委员 像这样的人呢 将来只要打起仗来 一天就露馅 就跑了 这怎么能打仗吗 他就给领导留续派马 他们最善意处理的事 我知道就是什么呢 领导搞破戏 搞出孩子了 已经原先这个烦了 来闹 这个不依不饶的 甚至别菜刀来 要砍的时候 然后就秘书就给 讲了 秘书给处理 不外乎是软硬坚实 别别别 兄弟 你这 还要钱一口 给你一千万 是吧 给你了断了 就干这个东西 秘书他就是灭火 给领导就擦屁鞋 踢鞋 很多的领导在基层 出事都是出在下半身 是吧 一个是钱出事 秘书去协调 去送礼 通关系 花钱为宜 一个是保住孩子了 去安置 有的肚子大 都生了 还在找地方 审开的保密 然后还在这个 喂奶瓶 找这个牛奶 说发了事老了 我跟你讲 我这个我知道 你看那个 蒋宏正的小朋友 刚出来 说他讲 那个习近平 第一个儿子 我觉得香港 李强去伺候 我是相信 秘书都是一般 都是表现好 都是把领导 这些破烂事 安排得好好的 说是啊 北来人家 那个汉子 来打的时候 结果不打了 都成铁哥们 说行啊 你用就用用 我再用别人 我经常在 那个 那些 就是 饭局上 就听这些 记者编辑 内耗的 内情人士 谈了这事 故事多了呢 那博西来 过去在市政府 当市长的时候 动不动 一两个月 就来一个 抱着孩子 就说这个孩子 是波西来的 把吴文康 就给打跑了 吴文康是 远硬坚实 他不花钱 他说 在闹 在闹 直着给你 扔到孩儿里去 女的只好抱孩子 走了 波西来 在这方面 确实事比较多 以前的魏夫海 没有这个 魏夫海那些 领导人 就比较老实 不过 魏夫海 长得也差 大嘴唇 他那个 话都讲不出来 呜呜呜呜 都说他是个 像棉窟腰似的 也没有魅力 像习近平这样 年轻的时候 也算挺有魅力的 块头大 他爹又是习中勋 不大三粗的 皮肤还挺白的 就很容易出这事 所以李强实践 就是一个根本 我要告诉你们 他这个办公室 这种人 不管换多少 都是一个模式 我发现当官 都有个特点 领导啥样 秘书啥样 我和很多秘书 打过交道 我发现有怪了 那领导 张牙舞爪 哆哆逼逼人 到处得罪人 秘书也是如老是虎 如果领导 比较善良 比较低调 比较收敛 秘书也是 讲话声音的小小 是吧 这个才怪的 你看那个 于雪翔那几个秘书 是吧 各个都是老实人 你看这个 波西连的秘书 各个都是这样讲 都是盛气灵人 你看那吴文康 那个车客 名叫小车 那牛的神呢 小车当年说心里话呢 开的车都草红灯 管都是谁的 那个国家安全局 大连局的党委书记 那了不得了 当时 审讯我都是告诉我们这伙人的 你不要瞧不起 将来都肯定是国家安全部的 这里讲讲 咱这哥们弟兄 还不整个旅长 整个旅长 连长干个 讲完还乐 你看他们这伙人 就都一样 我告诉你 一般权力在手 都疯狂 领导人啥样 他们啥样 你看习近平 带领这些弟兄们 各个都是 整天得罪人 不交朋友 你看王小红 整天抓人 是吧 今天我看到 又抓了什么 社群组织 有些人就在网上 搞了个小 小这个言论群体 还抓了五六个 吓死了 你想想 这个习近平 每天 我送过搞 像胡耀桶似的 这篇文章 其实告诉你 人是有一些变动 这篇文章介绍 胡颖涛担任 国家主席 适令 从贵州西藏 就是陈世锯 因为他 胡颖涛相对 这个人比较老实 比较自恋 这么讲 在共产党的党会当中 他是算是 贾经委的作人 他只有一天 肯定得倒霉 这个角色 因为什么他本身 不是国二代 他第一 后台不一 所以他属于 汉家狗 是给共产党 代管 代持 就这么一个 就像有的领导 搞出孩子以后 找一个企业家 代持 这是你的 到处告别 是他的孩子 实际上是 老企 是那个书记 叫代持 陈世锯 后来自政协常委 13年 后来成为 正部级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3年 西担任国家主席丁薛祥 由上海进京 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建国家办公室内主任 自从丁薛祥十九大 升为政局委员 中办主任之后 至今 仍然没有公开报道 所以担任此职务 他肯定了 说心里话 为这个职务 肯定是思量在山 用这个吧 回 老贾说 兄弟 请你吃个饭 吃饭 建平 我有个朋友的孩子 推荐给你 你看 新的电量 行不行 不要吧 老贾的面子 不能不给呀 要吧 不能哪天 打一枪 暗杀我 心里没有底 这人都是这样 再不就是 因为他的习近平 吸引人的人也不少 估计有些人挺赞赏他的 再蒙蒙 贾庆林算是一个 给他再推荐一个人 他都是这样 所以他恨不得 全是彭丽媛 推荐的 或者是 这习远平 问题 那些人推荐的 他都不放心 是吧 这个习近平 现在每天 我跟你讲 就是这十年 他不听话 下诊 整个心 也是 福倍受提 四别粗 你说你要是好好听话 2012年上了以后 好好地往前走 像温家宝那样 是吧 就哪怕不做 政治体制改革 你别搞倒退 多提升提升的 继承选举 你看忽温那个年代 村支 支出都开始选举了 对吧 你看人家望远 搞那乌坎事件 那都很好 那是党内民主 那是往前走 又化解社会矛盾 对吧 就习近平 这个人不行 他走到今天 已经完蛋了 说啥没用了 他干这十多年 我给你 留下了这个 滔天罪行 我跟你讲 他的政敌 将来肯定要清算 只要共挡不垮台 随少都得翻脸 我就跟你讲 你就看李强 这次跑到 陈敏尔领地天津 这是一开完三中全会 一定他俩去商量 早饭 这大哥 这不能老跟他混了 混到现在是 基本上就完了 他将来要跑跑到南非 他有钱 咱哥俩咋办 是吧 咱们得早点做点准备 是不是 这个菜鸟 这个 你就想想 他们和菜鸟有矛盾 你明显看出来 菜鸟是两个维护派 两个确定派 李强和这个陈敏尔 他这人 似乎不是那么太坚定 因为他都是密着出身 对不对 那个 记者出身的 这个陈敏尔 更是这样 那记者多多少少 还有点脑子 对不对 他可能提鞋 就提的不是那么紧 他拿在商人上 留有后路 别到最后一棵树 吊死 最后 他跑了 你又倒飞了 是吧 落入法网 你想想 现在委内内亚 这个形势 现在乱了吧 对吧 就麻度罗 搞不好 人民群众 就能把他抓起来 我跟你讲吧 就都连在一起 等到下一场 给你们再谈谈 委内内纳的局势 以及对中共的影响 好 谢谢 再见